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王者荣耀 中单打野通常都是比较核心的位置 但在一般情况下 他们都是比较吃经济的 没有经济就很难carry全场 不过在王者峡谷 还有很多英雄不用吃太多经济 也能做到carry全场 堪称游戏中的节奏大师 你知道是谁吗 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是张良 张良是当前赛季比较强势的一个中单 但张良却是一个不需要吃太多经济的法师 而且张良是一个游走型中单 如果张良被捆绑在中路的话 他的作用就降低了很多 而张良的节奏起飞点 就是在到达四级后 可以跟着打野游走抓兵 而且经济还可以仗给打野 可以说张良是一个不需要吃太多经济 也能carry的法师 第二个是鬼谷子 鬼谷子的进攻性很强 而且在这两个赛季 鬼谷子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辅助 而鬼谷子带节奏的能力 相信很多玩家被限制过 作为一个辅助 鬼谷子不需要吃太多经济 这个英雄在很多玩家眼中 就是一个节奏大师 经常能够carry全场 不过鬼谷子十分需要队友的配合 不然只靠他一个人 作用就发挥不出来 第三个是蓝灵王 蓝灵王经过改版后 变成了一个可以无限隐身的英雄 调整后的蓝灵王 经常被玩家用来当辅助王 作为辅助 蓝灵王在前期的时候是非常强势的 不仅能够抓逼还能反野 所以辅助蓝灵王 也是一个很能带节奏的英雄 而且也不需要吃太多的经济 除了以上三位英雄 各位小伙伴觉得 还有哪些英雄是不吃经济也能开始全场的吗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